来看到农历的5月初7日是巧慎先师圣诞 吉恩乡圣能工特别办理了助导团拜 以及百米发放的活动 那么其中呢有3000斤百米需要捐赠给花莲市的食物银行 那么市长魏家彦也特别出席颁赠了感谢状 希望能够造福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农历初七日为巧慎先师圣诞 吉恩乡圣能工特别在12号盛大举行 助导团拜平安福宴和靠军仪式 同时也办理百米物资发放活动 我们预计呢本次捐赠的单位有花莲市工所3000斤 就是1800公斤 吉恩乡工所3000斤 寿风乡工所3000斤 以及官物乡工所3000斤 总共合计起来是12000斤 来加汇我们的低收入 以及我们的地震受灾户 在这次的捐赠中有3000斤白米是要捐赠给华联市食物银行 市长魏家彦也特别出席颁赠感谢状 希望能造福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圣人工长期以来很多年持续的一个捐赠 那也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捐赠的一个信徒 捐赠给庙宇 那庙宇再捐赠给我们 那再次的跟我们所有的大德们说一声谢谢 那也在这边也呼吁 如果有要捐赠不管是白米或者是任何的一些物资都可以跟我们花莲市工所的食物银行做一个联系跟一个联络 那我们会善加利用这些捐赠物资发给有需要的我们所有的民众们 市长魏家彦也提醒有需求的民众 不限户籍地都可以前往食物银行做填表申领 而公所也非常欢迎三星人士社团公庙或企业等单位一同携手 帮助弱势族群赞度难关 记者许立琴华联士报导